编上一款装手机的小包包 这里有一个提手 这里有一个装饰小球 这样改开里面就可以放东西了 由于我只有一个手机无法给大家演示 但是应该能看得出来 怎么装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制作吧 所需要的工具 尺子一个剪刀一把 一个小起子 我的起子掉进沙发里找不到了 就用这个勾针代替一下 还有一双勤快的手 所需要的材料 反正横条三组 包包索扣一个 第一组反正横条是19根 每根长120厘米 第二组是26根 每根长95厘米 第三组是6根 每根长30厘米 开始制作 先拿出两根1米2长的反正横条 再10厘米处对折 这个长度是10厘米 这里也是长10厘米 先编第一个天子格 第一个天子格编号 找到这一根藤条 在这个上面继续加 一样的开头留10公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一直往这一根上夹着上去 这是把120厘米长度调全部加完后的样子 这里的总的根素连这一根顺上是19根 然后这里呢长出来的一节 这一节我们不用管它 后面用来做提手 19根加纹呢 一共是有18个天子格 120厘米长度的藤条纹了 我们就开始使用95厘米长度了 一样的取一根 开头也是留10公分 这里呢你多出来少出来一点 不到10公分也无所谓 只要不要特别长就可以啊 你可以估计着来 就是不那么准确 不那么精准也可以 第一个呢先是短面再下 等于现在是它的长度好了 我们来做它的宽度 就用70 95厘米的一排一排的夹着上去就可以了 每排的夹法一样 第一个夹好 第二个呢是这样边 第一个呢 以相同的方式往上加 加到第五排 第五排的中间 123456789 它总的是有18格嘛 加到中间的时候 我们停下来 把这个包包锁扣放一个上去 因为这个包包锁扣 后面这样直接卡上了 它会露出痕迹 我们就给它在这里 编的时候把它编上去 它就没有痕迹了 编完19排之后 它是这个样子的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这三面的藤条很短 这一面的藤条很长 差不多有4050厘米左右 这三面呢都是在20厘米以内 因为我们这一面呢 是留好的做盖子 我们最后的这个包是这样子 折起来的 这个地方用来做盖子 那这里多余的藤条就没用了 我们先把这里 就是很长的 对应的这一面的 这个藤条全部收进去 收的方法呢 就是从这个地方这样 空一格 从这个地方这样穿着进去 最少呢穿三个鸽子 能穿多一点呢 更好 穿进去我们再把多余的藤条剪掉 这种平面呢比较好穿 你可以全把它穿完 不锁几个鸽子 就把这个藤条穿到没有 好我们先把这一排的全部收掉 这里多余的藤条收起来之后 是这个样子 我们最后这个包包是这样折起来的 我们要把这两边连起来 因为我们这个面总的是编了十九排 我们高度呢是九排 有一排呢是底 所以我们两边连起来 因为它两边都有条嘛 都有藤条 所以我们有一个面还是要把它收起来 那么就锁到第十个 中间的那一个啊 十九排嘛 中间那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第十个 也是一样把它收进去 这下面的全部收进去 然后这边 这边呢我们就要 收这里的了啊 收这里的反正把它全部收进去 一边收好一半多一格之后 它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就把它折起来 这总的是十九排啊 总的是十九排呢 它是一个当数的 我们折起来呢 我们这里面只要八排 就是这个高的这个面 这里留一排呢 作为底 然后我们就开始 连它 就用这一根线 这边的这一杆 这个当独的这一排呢 就不用管它了 就是我们的第十排呢 不用管它 然后这个呢 我们就从这里穿 按照这个纹 田子格的纹路 这样穿过来 把它拉紧 它就自动连起来了 对吧 这样子 然后我们要多穿它几格 穿过来之后呢 穿过来之后呢 没穿的了 我们就从这里穿进去 穿出来 穿出来呢 我们是从这边穿 这边过来 就是你按照这个田子格的纹路 这样 多穿它几格 它就紧了 这里又可以穿了嘛 你一直按照它的纹路 这样绕着绕着过去 绕上两三格就可以 但觉得这里有缝隙的时候 我们就用到这个 来这样把它调起 把它拉紧一下 这个呢 我们是用一个起子 或者反正你有一个 那种铁的 尖一点的东西就行 我的那个起子掉进沙发里面了 我就用这个 勾针代替一下 这个是在这里用了 好 把这里全部连起来 还有这边的全部连起来 这里我们穿上三四格 你觉得它稳了呢 就可以把这个多余的条 剪了 都是一样的做法 这所有的 这里最边边的这一杆 就是我们一开始留好的 做提手的这一杆 这一杆呢 你可以留着做提手 如果你想留着它做提手呢 我们这里穿的时候 一样的穿法 但是你不要把它拉纹 给它这样留一截 如果你不想让它做提手了 你觉得你想弄上一根 更漂亮的 你就把它拉紧就可以了 然后 这里它也是顺着这个纹路 弄着去 边法还是一样 好 这里弄好之后 我们就来编盖子了 盖子呢 直接在这个上面编 就用刚才 70 95厘米的这个盆条 编就可以 95厘米的 我们刚才还剩着八根嘛 我们就水 从这个地方开头 还是边填字格 边走过去 一样的编法 盖子这里呢 我们编完一排 就把这里的两个头子 直接给它收进去了 因为反正待会也要收 刚才忘记说了 这个开头的头子 我们还是留10到15公分左右 和编这个面的时候 一样的留法 一模一样的编法 编往五排 第六排的时候呢 我们从第二个开始 就是第一个不编 编法呢 还是一样 我们只是留一个不编 然后你留下的这个不编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 剪了把它收进去 我们用不到了 还是一样的编着过去 编着过来 这里呢 我们也是编到倒数第二个 倒数第一个呢 不编 也是把这根线剪了 直接收进去 然后后面还有两根条嘛 还有两根条 我们都是依次递减 就是开头和最后这个不编 下面一排呢 我们就从这个开始起 然后我们比一下 下面这一排 该夹那个扣子的另外一半了 这个我们都不用特别去数了 你这样比一下 大家就知道在哪一根上夹 一样的夹法把它夹上 到它对着的这里呢 我们就把这个扣子夹上 这里呢 我们是先这样绕 然后再穿 那它是这样扣下去嘛 这样子 编法还是一样 加完扣子 我们这排编着过去 这里再加一排过去 这盖子也就完成了 最后一排编好 我们把这些多余的单条 全部收进去 这个小手提包呢 就完成了 这里的条已经非常非常短了 相当危险 差一点点就不够了 大家取那个条的时候 把它加成十厘米 就是一米二的那十九根 全部把它加成一米三 不然你中途拉得松一点 编得松一点它就不够了 这些多余的条全部收进去 我们的这个小手提包 就做好了 就是还有一点点当掉 我们再加上两个装饰小颜球 它就不当掉了 由于导出视频有时长限制 某些平台发布呢 也有时长限制 我们这个 加上两个装有些 物准备